嗨嗨,欢迎回来惊奇五分钟 你有听过狼梅狗Wolfberry吗? 它其实早就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了哦 更是在最新的医学论文中得到验证 它就是我们对抗心血管疾病的杀手锏 今天,我们借由现代化医学的角度 回顾一颗看似不起眼 却在实证医学上确定能调节身体的小果子 你,吃对了吗? 枸杞在拉丁文中,直以为Wolfberry 一直以来都在中医扮演重要角色 而最新来自新加坡医学中心的研究显示 使用枸杞能有效降低血脂并增加好的胆固醇 进而提高整体心血管健康水准 也强调使用枸杞对改善血脂肪是有效的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可以将枸杞作为身体保健,加入日常饮食哦 那,每天该吃多少呢? 我也可以吃嘛 枸杞当然可以天天吃 但每天食用的科素一能而已 也就是医生常说的基因啦 粗略来说,每天可以吃10颗左右 就可以达到调节身体的作用 除了食用外 也可以用半个保温瓶左右的热水 泡盛茶,热热的喝对身体也很好哦 但是,枸杞和抗磷血剂有交互作用 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因此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人应该先找心脏内科医师问看看哦 以上就是我们精心整理关于狼莓果的医学薪资 如果想了解更多健康薪资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在底下留言 和大家分享你如何利用枸杞保养身体吧 我们是惊奇五分钟,我们下次见